我不能平白接受 所以這筆錢你一定要收下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參加熱舞比賽的原因 你心會這樣才要跟我參加比賽的 世子不好意思 剛剛比賽快要開始了 你一直沒有出現 沒關係啦 要不是因為你還超猛一組的話 也不會得到冠軍啊 我力量也沒有那麼大 可以撐一個小時多 世子 你真的既溫柔又體覺 很少男生有你這麼多優點 我想 你應該對你自己更有信心才對啊 這個送你 我剛剛在遊樂園裡面買的 大象的力氣很大喔 我希望他可以帶給你多一點力量 謝謝 謝謝你鼓勵我 謝謝你不生氣有關國標舞的事 謝謝你給我人生中第一個夢想 什麼夢想 那我變更強壯的夢想啊 因為你 我一定會加油的 謝謝你 你來的會不會太晚 我阿嬤的醫藥費要先去處理啊 師師他還好嗎 你覺得呢 他從回到家以後 就一直關在裡面不出來 他一定有難 欸 超猛 我問你 如果是你看到師師跟別的男生結尾 你不會生氣你不會難過嗎 那不一樣 我很需要這筆獎金 這師師也知道的啊 師師 師師 師師師你出來嘛 我總覺得你阿嬤的醫藥費 可以再想別的辦法 為什麼你一定要做出那種 傷害他的事呢 我傷害他 是他一直沒有來 不然你告訴我為什麼他要遲到 師師 師師師你出來嘛 你明知道我很需要這筆錢 你為什麼還要生氣呢 師師 師師師 師師師出來嘛 師師師 rif一兩 師師師師師師 師師師師師 hobby 我就知道 寶貝 你了解我的 我们分手吧 在你的世界已经有了爱的人 为什么还要我的假温 你牵着他的灵魂 你抱着我的灵魂 我以为我是你唯一最爱的情人 有了好我们只能到此不再相忘 各自寻找所谓的人生 那电话将转移到引起箱 都生后开始计费 诗诗 每次吵架你就要分手 然后你就不接电话 你也知道我是为了我阿嬷的医药费 我才会去轻乔旗嘛 为什么你还这么不讲理呢 一直以来 你都说你要干你的脾气 可是你从来没有变过 好 我等到现在我想你够了 你说要分手 没有分吧 你真的要走 不然勒 你不走吧 你现在不需要人陪 是不是需要吧 如果你有事的话 你先走吧 我等他气消了 我再告诉你 嗯 我等你 是 董事长 如果待会 董事会开会同意 三千万的价格 买下杜润年的地 盖五星级Villa的话 你在度日年的心理地位 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从往日情人 变成救命恩人 我机会可以看到 你们两个 不如离谈的画面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 能不能花三千万 买他们家的地 还得经过董事会的表决同意呢 为什么我的事情 你比我还热身吗 你是我姨妈 我当然担心 你下半辈子的幸福嘛 我看 你是希望我再婚 那我就应该要去度蜜月 那你就有机会 顺便放大假了 原来我每次说要放假的事情 你都知道 你这个简报 最好在开会之前再检查一下 以免出什么差错 我们已经迟到 快点 这么帅 各位董事们 现在手上拿到的呢 就是我们这次 五星级Villa的 筹资报筹率分析图 而我们针对Villa的设计呢 我们也规划了 六栋独立的空间 在春夏之际 从我们的Villa看出去 有青山有绿水 在秋冬之际呢 又有满山的枫叶 以景观上来讲呢 算是四季皆宜 我们的顾客族群呢 也锁定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董事长 是的 为了这项投资的计划案呢 我们竟找到一块 非常适合的土地 同时也有别的企业 竞标到两千五百万 我想如果我们风华 能够出到三千万的话 就可以很顺利地 买下这块地 各位 你们不是希望 我能够积极地投资 帮各位多赚点钱吗 那就要看各位董事 愿不愿意 计划这项计划案 可是三千万也太高了吧 就是啊 那块地皮我知道 就是太贵了 根本不值得我们投资 对 投资多么大进去 能赚的钱 对啊 就是说 对 每家公司当千多万 我三千 这么投资的 对啊 那什么 如果建筑不好的话 不愿意 不愿意 对啊 真的 一直以来 你都说你要干你的脾气 可是你从来没有变过 我等到现场 我想你够了 你说要分手 没有分吧 再一个走 吃两个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啦 再快一点 请问一下 有人在家吗 谁啊